孔天吟回到贺兰山林场的一段时间里,那几张购物券就一直藏在包里,跟谁也没有说,连他的妻子也不知道。 孔天吟想过向战友借点钱,把这些购物券用掉,哪怕就买块手表呢? 孔天吟也想过把这些购物券送给领导,甚至还悄悄地研究过送给哪个领导。 伟大的投机首先都是天意,然后才是仁义。 孔天吟正为购物券的事情动脑筋,事情就有了转机。 这天晚上,孔天吟的铁杆同乡找来了,这个人叫王忠,是林场里的司机,他算是贺兰山区林场建设兵团里的一个名人,说他是名人,因为他最喜欢闹事情,林场里发生的那些打架斗殴事件,大多与他有些关系。 王忠身材高大,壮实的像一头公牛,一米八级的大块头。 在那个吃不饱饭的年代里,他这样肥壮的身躯被认为是病态,就在林场里也是格外显眼。 战友们都觉得,他能一拳把一头野猪打死,即便打不死,也能用沉重的身躯把野猪压死。 王忠续着长长的头发,趁着长长久厚红透的暴躁的大脸,配上一双像两口深坑一样永远不会笑开的眼睛,就俨然是一头发怒的雄狮了。 总之,儒雅的人们见到王忠,立刻就会感到一阵巨大的威慑力。 但是,这个炼钢工人家庭出身的暴躁的公牛,竟然和少言寡语,又儒雅平和的孔天隐,相处得非常愉快。 他们能够成为最亲密的朋友,理由似乎很不充分,除了因为他们是北城同乡之外,王忠嗜酒如命,且酒后避醉,孔天隐却几乎逼酒不沾。 王忠嘴笨,且凡事都不爱讲理,孔天隐却凡事都能讲出道理。 王忠喜欢动粗,孔天隐却从不发脾气。 就是这样两个人却偏偏成了朋友,而且王忠始终觉得和孔天隐一起做事会比较安全。 在临场里,孔天隐几乎是唯一能够让王忠放下拳头的人。 现在正是炎热夏天的夜晚,两个人就坐在孔天隐家院子里的两个石凳上,中间隔着一块长条形的石板。 石板上放着两大唐瓷缸凉透了的白开水,还有五分前一盒的合作盘香烟。 天空中一轮满月,柔柔的把光飘洒下来,院子外面偶尔传来的狗吠喝着青蛙倦带的说唱。 赶司机还是好啊,老遇到新鲜事情,那个军马厂的东北人不知道从哪买了张买缝纫机的购物券,就偷着进城了,想去买台缝纫机,结果呢,就偏偏遇到商场里疯狂的抢购,大家都要挤疯了,他就活活的给踩死了,也够冤的吧。 王中讲完了,大口地喝了几口水,就雾字叹息起来。 孔天隐迅速地就坐直了身子,眼睛里像是突然有了一股钢锥般的亮光,端着唐瓷缸的手,就凝固在脸前了,像是突然间被人捆紧了坐骨神经一样。 王中还没有来得及注意到孔天隐的细微变化,孔天隐就恢复了平静。 说实在的,孔天隐听到这个消息的瞬间,心里立刻就滋生了一股异样的敏感, 他甚至隐约就看到了一小片亮光在远处晃动着,这种感觉似乎是本能的闪念突然间冒了出来。 孔天隐算是想通了,平票购物就是限制了人们的欲望,有欲望才会有满足欲望的生意。 而且,这世界上的事情都有一个道理,有人拥有很多,就有人缺少很多,又总有人巧妙地站在中间,拿一方的拥有去满足另一方的缺少。 这个站在中间的人只是架了一座桥,两边就都得靠着他了。 现在,孔天隐瞬间领悟了这个复杂的投机理论,按照这个理论,孔天隐得尽快把购物券卖掉。 算是巧了吧,我这儿就有几张购物券,找对路子它就是钱, 找不对路子,它就是废纸啊。 孔天隐的眼睛直直地望着王中,目光能穿透王中的心脏。 对于孔天隐来说,这些购物券眼下就是废纸,因为他根本没有钱去买手表和自行车。 如果真是想着给妻子买件礼物,也得先把这些购物券卖了,哪怕先赚一小笔钱呢。 王中立刻就愣住了,缝隙一般的眼睛拼命地睁得像沟壑,真像是上帝恩赐啊。 今天说到了购物券,怎么就偏偏遇到了购物券。 王中心里猛地欢喜起来,连忙大声地说道,什么的东西到了咱们这儿,绝不能变废纸。 说完这话,王中索性把大红背心从肥胖的腰部卷了上来,拉到胸口处,汗水就哗哗地顺着肚皮往下流。 他拿过了一张手表购物券,瞪着深坑一样的眼睛说, 很多人都盼着有块手表,伸出手来,姑娘们都喜欢,那个东北人不就是为了抢着买一台缝纫机,在百货店里被活活地踩死了吗? 这东西应该好出手。 孔天尹紧接着轻声地提醒了一句,路子一定要可靠。 虽然孔天尹确定王中在林场里的路子处处畅通,但是又知道王中是个做事粗心大意的人,常常像瞎眼的雄狮在森林里到处乱撞。 这可是一笔典型的小收益大风险的买卖,所有环节必须万无一失。 因此,孔天尹也感到有些担忧。 这些购物券倒手就能赚点小钱,但是风险可不小。 然而,风险一旦伴随着机会同时出现,谁还会在乎风险呢? 想到这里,孔天尹就又叮嘱地说道,不要对外人声仗。 王中还没有回话,孔天尹就接着说道,敢买的人都不会露出风声,他们只要买了,大家就是一条线上的人了,主要是逼防外人。 孔天尹的这个理论就像他父亲当年做生意一样。 在同样的生意场上,大家都是因为生意才维持着利益关系。 通常情况下,所有参与进来的人都会努力地维护着这个利益关系的稳定,而对一切交易机密保持坚默。 只有某一方对利益的分配表示极其不满时,才有可能出现所谓的拖线行为,把关系网上的人全部拖下水去。 但是,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,哪个聪明人能不在乎自己的安危呢? 明天我就探路去了。 王中的两只眼睛就深深陷下去了,脸上的肌肉却往各个方向胡乱地挤开了。 两个人就以水带酒,喷地碰了一下,把大碗清水几口喝光了。 此碗的清脆声音也瞬间融入到黑夜奏鸣曲里了。 日子平静地过去了十几天,两个人再次在院子里碰面的时候,还是在晚上。 一场大雨刚刚过去,院子里很凉爽,微微地透着湿气。 外面湖泊里的青蛙一个劲儿地瓷起笔伏地欢唱着,似乎是跳起了群体舞蹈。 两个人躲在孔天隐家的厨房里。 小房子是用石头垒起来的,上面搭着几块平整的木板,几大块塑料布整齐地紧绷在上面,算是遮蔽雨雪。 他们就坐在炉灶前点一盏油灯。 王中真的把那些购物券给卖掉了,而且交易非常顺利,他们小赚了一笔钱,也是相当于很多知识分子一年的工钱。 这只是一笔小生意,王中却得到了比他预想中要多的分成,他为这笔钱数夜难眠。 秋天时分,孔天隐又回到了北城。 孔天隐是专程回来参加崔家伟的婚礼的。 要知道,回一趟城可得费尽周折,崔家伟心里自然感动不已。 孔天隐却有他的私人目的,他可不是个随便行事的人。 一方面,他要为购物券的事情向崔家伟表示感谢,当然是间接地表达谢意。 另外,孔天隐当然是想再设法弄到一些工业购物券,他已经品尝到这笔小生意的甜头了。 孔天隐表现得可真是热心啊,每一个朋友都会感动。 他热情地帮助崔家伟安排那些所谢小事,还带了些宁夏特产的宗调财,说是补肾的。 一整天,他都显得那么忙碌,像是要把婚礼的一切细节都照顾得妥当了,像是比自己的婚礼还要认真负责。 孔天隐做的这些事情可真适合了崔家伟的心意。 崔家伟觉得孔天隐帮助他把婚礼办得体面而又有秩序。 事实上,孔天隐心里清楚得很,这些小小的付出换回来的可是不可估量的收获。 从北城回到贺兰山临场以后,孔天隐又找到了王中。 崔家伟又帮他弄到一些购物券,这次可是好几答足有数十张之多,而且也是孔天隐主动开口向崔家伟索要的。 当然了,孔天隐并没有直接说明目的,崔家伟也自然知道其中的用意了。 贪婪往往让人们失去防备之心,小心谨慎的孔天隐竟然捅了大娄子。 在堆放着大堆木料的场地上,孔天隐和一个老顾客站在石头雷起来的厕所后面,他正准备把几张购物券卖给那个老顾客,他们的交易却被一个人发现了。 这个人叫赵逸文,也是孔天隐的北城同乡,是一个个子高高,面容轻瘦的知识分子,厚厚的近视眼镜片后面,永远藏着让人琢磨不透的目光。 赵逸文是林厂书记着文秘,绰号叫笔杆子。 在孔天隐看来,赵逸文的全部成就,以及他在任何阵线中的坚固地位,都主要依靠一个利器,就是他那支笔。 孔天隐认为,赵逸文算是一个成功的人,他总觉得,每个人一生只能拥有一项根本优势,把这项根本优势充分发挥出来的人,就是成功的人。 赵逸文就是这样的人,他总是能够清楚地判断出,在什么时候,为哪个领导,写什么内容,怎么样写,等等,这些敏感的问题。 现在,赵逸文发现了孔天隐和老顾客在厕所后面站着,他显然看到了他们倒卖购物券的交易。 他躲着步子,慢吞吞地走了过来,温和地笑着说, 忙着呢? 孔天隐就同样冷静地朝他笑笑,还点点头,就算是客气地回应了,他得尽量保持镇静。 继续忙吧,我就是随便看看。 赵逸文仍然是温和地笑着,然后竟然走开了。 赵逸文的举动让那个老顾客吓出了满身冷汗,就在孔天隐旁边,语无伦次地说, 我们赶紧想想办法吧,他要是捅出去了,我们就都完蛋了。 孔天隐拍了拍老顾客的肩膀,然后脱口而出地撒了个谎,震静地说道, 我和他是好朋友,没什么大事情,你放心吧。 孔天隐也有些惊讶,自己竟然这么镇静地就撒了大谎。 然后,孔天隐就不禁地想,觉得撒谎是人的本性,更使人的天分。 事实上,他虽然知道赵逸文,却从来没有打过任何交道,更谈不上朋友关系了。 孔天隐心里担心极了,但是他必须要让老顾客有足够的安全感,这样就能给他处理麻烦的时间了。 他还得让老顾客确信,他是个讲究信誉的人,绝对不会出卖任何交易伙伴,否则对方就很可能首先背叛交易关系。 如果老顾客真的感到害怕,真的吓得尿湿了裤裆,孔天隐就根本无法控制局面了。 就好像大家肩并肩站在一条风雨飘摇的小船上,如果大家都慌乱的你推我几,船长根本不能控制局面,大家最后都得落水丧命。 如果大家都装作没有事情,都站着别动,船长就很有可能把船稳住。 孔天隐也赶紧制止了王忠,叫他暂时停止生意。 他简单地把事情告诉了王忠,同样是把话说得淡淡的,把麻烦说成了像是解开裤子撒泡尿那样的小事情,让王忠相信麻烦很快就能被摆平。 要不然,王忠也可能把局面搅得不可收拾。 孔天隐同样也说了那种很讲义气又很平静的话,像是要勇于保护所有人,比如说,我马上就会处理得很妥当。 王忠可不像孔天隐那么平静,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,就差点跳了起来,狠狠地咬着牙齿咒骂道,他敢走漏风什么,就把他堕碎了喂鸟。 然后,王忠就要动身去找赵一文,要用能揍扁野猪的拳头,把他打个屁滚尿流,大气也不敢出。 孔天隐当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王忠愚蠢的建议,他毫不客气地就泼了一盆冷水。 拳头能把野猪打死,拳头塞不住人的嘴巴。 事实上,孔天隐觉得那篇赵一文的举动有些反常,他仔细地分析很多遍。 如果他没有猜错的话,赵一文肯定不会立即去告发他们。 相反,赵一文似乎在暗示孔天隐,这件事情还有谈判的余地。 如果能悄悄地通过谈判解决麻烦,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结局呢? 一个能写出很多字的人,通常是很容易被感情打动的人。 这也是孔天隐对赵一文的基本判断。 因此,孔天隐可不能装作一切都没有发生过,他必须赶紧给赵一文一个面子,要让赵一文觉得孔天隐很看重他的位置,很看重他控制局面的能量,而且并不是因为赵一文抓住了孔天隐的把柄。 是啊,只要把面子给足了,麻烦就有希望解决了。 孔天隐私下把赵一文邀请到了家里,说是要请北城同乡吃一顿饭。 王中也被拉过来陪伴客人。 孔天隐的妻子就赶紧下厨房炒了几个热菜,摆上了一瓶烧酒。 赵一文是善酒之人,也许是长时间待在领导身边的缘故吧。 然后,整个场面就好像是同乡聚会那样,像几个亲密朋友怀念往昔岁月那样。 他们说着笑着,谈论着北城,谈论北城里的特色菜肴。 赵一文酒足饭饭且情绪翻涌之时,孔天隐才说出一些靠近乎的话来。 你也是工作太忙了,可别跟我们客气,遇到什么事情都说上一声。 听孔天隐这么说了,王中就赶紧附和着说。 是啊是啊,我没有别的能耐,在这临场里我就敬佩您那一支笔,谁要是敢动着您一根毫毛,我跟他拼命。 当晚,三个人吃得痛快,聊得愉快,却都没有喝醉。 孔天隐早就给王中下了死命令,不许喝醉。 孔天隐知道,赵一文是个名是礼的人,酒场风云,惊得多了,惊艳远远不是孔天隐和王中所能及的。 赵一文能够赴约,无非有两个目的。 一是要探探这两位同乡是否是识趣之人,是否认他的面,这是不须的目的。 二是要看看孔天隐的表示,钱并不在多少,而在于分配平衡,这是务实的目的。 倘若赵一文只有那务虚的目的前来喝酒,就可以索性喝个鸣鼎大醉。 但是,赵一文还有这个务实的目的,那么他当然就不能喝醉。 孔天隐果真是猜准了赵一文的心思。 因此,当赵一文故意的装出点罪意的时候,孔天隐就趁机把钱塞给了他。 因为趁着赵一文装出的罪意,塞钱的事情就有了台阶可下,不显得那么生硬。 无论在生意场上,还是在官场上,这种讨巧的做法,往往被称作是实趣。 于是,就是靠着给面和实趣,这两条处理关系的基本原则,整个麻烦就被彻底的摆平了。 而且,赵一文和孔天隐的关系,也开始逐渐的建立起来。 赵一文替孔天隐挡住麻烦,孔天隐为赵一文提供收益,赵一文再靠着这些收益继续往上爬,孔天隐的后台根基也就更稳当,这就是基本的关系循环。 谢谢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